我們來看這個兩個向量之間一個簡單的線紙 就是說現在有兩個向量,這兩個向量都不等於0 如果這兩個向量垂直的話 那麼這兩個向量內積等於0 這兩個向量內積如果等於0的話 那麼這兩個向量就垂直了 那這很好證啊 因為如果兩個向量互相垂直的話 他們的夾角就是90度 就是說這個向量跟這個向量垂直的話 他們夾角就90度了 A跟B的話這夾角 它就等於90度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A.B A.B 是等於A的大小 乘以B的大小 乘以cos 他們之間的夾角 就是A.B 那因為它兩個向量垂直 所以這是90度 這90度的話 那這個cos90度 cos90度就等於0 所以這個就等於0 那如果這等於0的話 因為這兩個都不等於0 所以這一定等於0 那這個等於0的話 那麼他們之間的夾角就是90度 那我就曉得 這兩個向量就互相垂直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性子 那現在就正0了 然後再加sen 這一個很簡單的